梵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0月15日 主持公开接见活动 五万多名朝圣信友 前来会晤教宗 教宗的要理讲授 继续以教会为主题 以基督信仰观 谈教会与人类的最终命运 他强调 基督徒的旺德 不是乐观主义 而是热切期待耶稣再来 开启一个 不再有玩乎职守和各种区别的时代 圣保禄宗徒 早在2000年前 就说了一句最美的话 以此表达基督徒的旺德 他告诉渴望知道 来世生命的德萨洛尼信友 这样 我们将常常同主在一起 教宗邀请 聚集在圣伯德路广场上的 全体信友 三次重复圣保禄宗徒的话 这样 我们将常常同主在一起 这样 我们常同主在一起 这样 我们常同主在一起 圣若望宗徒 称天主子民 享有新伊度萨洛的容貌 如同新娘迎接他的新郎那样 教宗说 这不只是一种说法 明夫其实的婚宴将会实现 的确如此 因为基督成为 如同我们一样的人 是我们众人与他结为一体 他借着死亡与复活 确实是我们与他结合 这是天主为整个人类历史 天主子民的历史 已是我们每个人历史 制定共荣与爱的计划的完成 记得了 如果您能够 Huhn 简直是你们有座币 我们不仅仅 оказ 我应该自己 能是有座币 所以我应该 结合 但是我应该